或者是不需要道理 谁都可能 但是得失去勇气 外面不安的世界 骚动的心情 不能熄灭 曾经你拥有炽热的心 我是真的不会表达 周五的晚上 时光音乐会是不可缺少的一档综艺节目 因为有周深的参加 这一期的主题是围绕阿渡的音乐专场 他也是一位唱歌深情的男士 你最喜欢他的哪首歌曲呢 周深在本期带来了阿渡的Andy 无法用语言来形容到底有多么好听了 他在歌曲中创新加入了Rap 真的好然呀 给大家展示了一番不一样的绅士绕舌 你在你的世界里成为谁不要谁大力 你在你的路上往哪里走不需要指引 会失望会无理会时时刻刻怀疑自己 无论谁都会向你少放弃灰心犹犹豫 但经历的每个难题都会被你踩在脚里 做做帮你偷上那个你最喜欢的你自己 但经历的每个难题都会被你踩在脚里 做做帮你偷上那个你最喜欢的你自己 从他开口就被深深吸引了 他的调也深了 太优秀了 高音再次给大家带来了震撼 这感情爆发力太绝了 这首歌曲他唱出了凄凉悲伤自信三个阶段 用心的演绎真的直出人心窝 这样的周深是完全不一样的周深 当第一句出来之后 梁永奇胡夏都互相哦了一声 而阿渡则是张大了嘴巴 太牛了又得到了大家的认可 没有多久没有看过那片海 你到现在对自己究竟多明白 总是不服输 永远要抵别人快 在你前方是否有你要的未来 想到我们的过去都让人感慨 希望所有好朋友都能站起来 还有你曾经疯狂爱上的女孩 再过几年是不是依旧难以忘怀 可是Andy 或者是不需道理 谁都可能 暂时的失去勇气 外面不安的世界 骚动的心情 不能熄灭 不能熄灭藏进你悠悠痴热的心 我是真的不会表达我的爱 却很在乎每个人对我的期待 平凡的角色 临时加这段rap 所以他很想要通过这首歌曲 去表达一些自己的态度 而不仅仅只是翻唱 因为我的性格我也是其实不善于表达的 虽然我现在好像很风化很多 但是我之前也想的人 然后我在听Andy 我听到歌词 他说是一个平凡的角色 站在小小的舞台 这首歌他简直写的也就是我彩排的前十分钟 加进去的 对 我就觉得我想说点东西 因为我觉得这首歌它很像我 很多人可以在里面听到很多共情的东西 就像之前老师说的最大公约数 我觉得就真的是所有帮助我 也让我帮我被听到的老师 所以我觉得这个Andy 我完全就是非常非常的共情 真的非常佩服周深 一路走来从自卑到自信 从内敛到越来越全面 一路走来不断蜕变 不断成长 这首歌曲的感染力非常的强 这并不是周深 第一次写词 之前和盖合作《玫瑰少年的时候》 第二段verse就是周深写的 总的来说 这次的改编改得很成功 更像是周深自己会去做的东西 尤其是最后的超高音收尾 真的惊艳了 演唱完毕之后 孙月说的一段话其实说得非常好 我觉得一首歌 它的时代不同 然后不同时代的人来演绎 再加上重新改编的曲子 它呈现出来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阿渡老师要当庄主的时候就很头疼 因为我真的我觉得您的每一首歌 都非常不适合我的 我也有同感 周深在演唱歌曲之前也说了这样一段话 我觉得您的每一首歌都非常不适合我唱 这里的不适合并不是否定阿渡歌曲的意思 当时周深说完之后 一旁的梁永祺就表示有同感 同时阿渡自己也重复说了一句 我也觉得不合适 这种不合适的原因是 阿渡的大量歌曲 由于歌曲本身足够闪入人心 演唱者的大量撕裂音 凶声让歌曲更有力量 而周深如果想要去改编 很容易就会改不好 导致歌曲变了味儿 周深的歌曲是与人心 这首Andy依旧如此 太好听了 感谢阿渡 感谢Andy 感谢周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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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周深